147星島日報 內訪股有望修復失地業績標稱內地放水 2015年7月10日星島投資王B12每日專題港股昨日大反彈 各類股份大多回升 近期遭拋售的內訪股 龍頭表現最為標稱 華潤至地1109和中海外688大升余10% 打入藍籌升幅三甲 雖然大事是否異議過天青 目前仍難確定 但內訪股短期有業績提振 有條件進一步修復失地 內地不斷放水及出招救市 內訪股業績料明顯改善 如日前就先後傳出內訪股半年業績普遍超過市場預期 及房屋價格持續上揚 受此利好 內訪股早前普遍做好 尤其是主業集中在一酒星有旅一虛 監於當地樓價反彈力度較大 股價升幅更大 然而 徐光 市調整 業績向好的內訪股挨沽 以一個月計 普遍下錯於20% 其中民企類內訪股如萬達商業3699 六成中國3900同期跌幅更如30% 大調整後 內訪股估值開始堅吸引 如大型股中估值最高的潤地 市盈率也只有約10倍 除基本面因素外 市場對內訪股前景普遍持正面看法 美銀美林報告就認為 今年是內訪復甦年 6月銷售數據延續5月升幅 可視作內訪見底象徵 下半年預計將兩家齊升 該行還預計內訪上市公司今年合約銷售和盈利可增長10%至15% 巴赫萊最新報告也認為 內訪股前景轉出正面 並重新對行業持正面看法 該行表示 內訪股正享多項利好因素 可推動基本面持續改善 股價方面 該行表示 內訪現價平均市盈率等9.4倍 股值吸引 基於股值較每股資產正值值量收窄至20% 該行決定上條內訪股目標價11%至95% 龍頭股看高一現價落後的內訪股可趁低吸納 投資策略上 受為銷情回戀及政策明顯的大型內訪股 值得看高一戶 最新公佈業績 半年銷售超千億的萬貨2202 該股市內訪銷售額最高的股份 且今年以來銷售數據理想 股價後市看漲空間較大 同時 該股最新與另一內訪龍頭萬達3699 簽署合作協議 亦對股值提升有正面效應 誰順便看好兩股合作 該行認為 若雙方在商同業務城市合作 萬貨可進一步提升其股本回報率 該行級與萬貨跑贏大市評級 最新目標價23元 除了龍頭股 業務集中在樓價帳幅最大一 酒星有壽中 P 營內訪股 亦可留意 如樓價帳幅最大的 深圳地區龍頭股深圳國際604 該股五月份合約銷售競升2.7倍 該股股價近日於50天杯 M100天赤房系 A 後市隨時天不破 Darion 1 2 1 2 1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